台北搜狗百货中校店爆发群聚感染 6名特展人员确诊 卫生局紧急发出7万封细胞简讯 通知足迹重叠的民众 也因为搜狗百货的中校店12楼 最近在进行日本和风节特展 有一位员工3月31号身体不舒服 没有想到裁检确诊 进一步追查还发现 其他5名特展人员也染疫 搜狗百货今天紧急停业一天 来进行全面清销 4月4号才恢复营院 但是在特展内有60多个摊位 多半有试吃或饭售熟食 染疫风险非常高 卫生局除了要求全百货公司 800多位员工要尽速裁建 也匡列120人居家隔离 清明廉价搜狗百货冷冷清清 入口处还直接拉起红龙 禁止一般民众进入 一旁摆着停业公告 原来里头有多名员工确诊 搜狗中校店有一名特展人员 日前身体不舒服 4月1号被要求在家隔离 没来上班 不了自行就医后 裁检阳性确诊 进一步追查 还有其他五名特展人员也染疫 居住地分布在桃园 新北 台中 高雄等县市 这个特展是日本和风节 有60多个摊位 主打日本道地美食 民众脱口罩大口吃 也让市府很紧张 疫调当中也了解有部分有试吃的一个活动 搜狗中校店4月3号停业一天彻底清销 活动只能提早喊咖 卫生局不止匡列特展区120名工作人员 居隔也要求全管800多名员工 裁检 广发细胞简讯 提醒逛展的民众注意 疫调几乎快跟不上病毒传播速度 台湾目前到底要走向共存还是心灵 台北上柯文哲在质疑中央战术战略 互相矛盾 指挥官陈时中严正薄斥 连日来本土病例激增 境外移入个案也居高不下 可否赶紧视察 加长版防疫旅馆的量能 不清楚中央步伐 自己先做好 最坏打算 且战且走 接着黄文高姿要台报道